比如听说马尔代夫明年政府税要上涨了 那是不是价格也会跟着涨呢 的确是这样 最近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酒店的邮件 可以确定的是从明年1月1日起 马尔代夫的政府税将有之前的12% 调整至16% 其实这个税率调整从半年前就已经在传了 只是一直还没有正式落地 不过在11月16日 马尔代夫国会通过了涨税法案 所以也正式对外官宣 马代政府税将进入16%的时代 GST是英文Goods and Service Tax的简称 这是马尔代夫政府针对商品和服务所收取的税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税 简单来讲就是客人在马尔代夫购买任何商品和服务 都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费 那么这对我们广大的马代游客人 又将会有哪些影响呢 众所周知无论是预定的酒店费用 还是岛上的消费 都是有包含10%的服务税和12%的政府税的 这里的12%就是本次上涨的内容 简单来讲变成16%以后 原来100美金的消费 你最重支付的费用将由123块2变为127块6 这个挣服不可细算哦 首先对于已经预定好明年行程的朋友 放心价格不会上涨 酒店还是有最基本的契约精神的 然后呢 还在纠结是否下定的朋友 这或许会是你做决定的动力之一吧 可以确定的是一波酒店的涨价已经在路上了 比如有一些酒店的特会活动 特别是预定的截止日期 在11月30日的 大概也是会把税里加进新的活动价格里去的 所以如果已经选好行程和岛屿的小伙伴们可以做决定的 喜欢皮书短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